每天与您一起进步 嗨,各位 我是Suling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学习KSSMPT3中医科学课的第五章 物质,Matter 在开始学习之前,让我们概述本章的内容 这是本章的内容 本章,包含两个主题 第一个话题是,自然界中的物质 在此,物质,将给予一个定义 宇宙中的每个物质 有其自己的物理性质,Physical Properties,和化学性质,Chemical Properties 我们将在这主题中,讨论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是什么 由于所有物质都具它自己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我们能够根据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对其,进行材料类型分类 但是,这里我们仅讨讨论如何通过了解材料的物理特性,来对其进行分类 要讨讨论的物理性质是,密度,density 溶点,melting point,和废点,boiling point 材料的溶解度,soluability 在第二个主题中,物质的三种状态 stake of matter 我们将讨讨,物质的形成 物质可以以,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种状态存在 在此,物质的每种状态,及其性质,将被讨论 物质状态,如何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也将被说明 当在某个区域的体积中,出现浓度差时 不管物质处于哪个物理状态,它将会表现出扩散现象 我们将比较每种物质,在不同物理状态时的扩散速率 这是本章内容的简介,让我们进行第一个主题